阿金 为什么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你都不接呀 不是 不是阳哥不接 阿金你知道吗 你知道的那天 你是不是生舅妈的气了 没有 我怎么能生舅妈的气呢 只是我那天过来 你知道吗 我准备是过来找舅妈 商量一点事情的 你是打算要跟我说什么事情 你笑一下 我看你愁眉苦脸的阿金 不是因为你昨天 你看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子 打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没有 不是 就那天我准备给舅妈说 我们两个订婚的事情 知道吧 然后你也知道了 舅妈把我骂了一顿 然后她说话也比较难听嘛 然后阳哥呢 也回去好好想了一下 知道吧 是这样的 但是你放心阿金 阳哥呢不可能 不来找你的 你知道吧 你是不是这两天 是不是比较想阳哥了 是不是 对 哈哈哈哈 你现在干嘛 不是你 我这萝卜还小 我猜点那种全一点大的 拿来煮辣肉吃 这个呀 你要不要吃呀 你要给我做吗 对阳哥你 你能不能以后不要 就是不回我呀 好 我答应 你知道吗 我在这里的话就是 你每次不回我 我都觉得 就是你以后都不来了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这是阳哥也自己好好想了一下 自己也好好思考了一下知道吧 因为 确实舅妈说的话想那个阳哥呢也有点生气 知道吧 但是我又想了一下你说舅妈是舅妈阿金 你又是阿金对不对 我不可能 阳哥 嗯 你为了我就是受了舅妈那么多气 没事的 真的会不会有哪一天你就 说不来找你了是不是 不会 阳哥说到做到我肯定不会这样好不好 但是我也不想让你就是 一直都这样子 那这样 你舅妈每次好每次又不好的 那我们两个 要不出去陪着阳哥走吗 去乐山 我们去找个地方上班 可以呀 可以吗 对 以前的话怎么样我都 就是 不敢也不愿意嘛 就是 现在的话 我感觉就是每次舅妈都对你这样子 好 我也想为了你 还要为了我自己 好 那这样 阳哥听到你这句话就够了 知道吗阿金 嗯 如果舅妈 确实一直这样的话 你就陪着阳哥走到乐山去 好不好 我们一起出去 就不回这个地方来了 好不好 那我们一会儿 阳哥 找舅妈孩儿再说一下 行不行 你是真的昨天打算要跟我订婚吗 就是跟我舅妈说订婚的事 是呀 阳哥都已经想了很久了 知道吧 你也答应阳哥了 阳哥也不能辜负你呀 是不是 我说是 舅妈既然不同意 我们马上结婚对不对 那我们就先把婚定了 我想让你踏实一点 就让你心放下来一点 知道吧 但是舅妈 确实说话太难听了 是不是 没事的 那要不阳哥帮你 不走吧 我带你去 然后去 就是我煮腊肉萝卜给你吃 走 你手 你要牵我的手吗 没事没事没事 来 来吧 来嘛 走 那我就 今天又有烤服了 对不起阿金 舅妈会不会 舅妈会不会 又出现骂我们呀阿金 没事 不用担心好不好 有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一起面对 好吗 好 等一下我把那个萝卜拿来 你的手好冷拉近 不冷 真的 不冷 我给你 走吧 我把那个萝卜拿来 好去吧 我给你拿着来 这个给我麻金 我把这些都踩坏了 好等一下 好 那杨哥等你好不好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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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